猪婆心的浸泡泡泡 虽然工序繁複 但是是一个很美味的食品之一 包、心、刺倒或其他干货 可以曬一下它 保持得更加久了 今次我浸这个猪婆心 是海味泡的老闆帮我选的 看看又肥又大又圆 记得浸泡海芯的水和器皿 不能有油份 因为石灰碰上油份 会叉生化学作用 令海芯变烂 好了,我这次就第一次浸的了 已经大了 我浸了一天的海芯 如果芯变烂水分之后 我就要清洁一下它 好了,接着用咖啡 就拆干净表面的石灰 这样会显露它的真面糊 因今次买的猪婆心 就比较厚身了 所以我就浸第二次水了 如果是比较薄身 是不需要浸第二次水的 浸了一夜的猪婆心 我们也是一样拿出来拆了 你见它已经拆掉了很多石灰粉了 我们第三次就用滚水浸泡它 煮十分钟之后就关火 烤它八至十二个小时了 要看猪婆心的厚度而决定的 好,看猪婆心 经过一晚浸和煮了之后 它身就开始 没那么硬了 已经打得开它了 好了,我们看一下 浸猪婆心的水 开始就比较清了 如果用手可以扯开心肚 好呢,就我们脱掉心肚里面的内壮 海芯的内壁暂时就不要扯出来 不然它会失去薄膜支撑的 因为它完全未淋 我们还要煮一下它 因为这个海芯是非常厚肉的 我们用匙巾刮了它表面的石灰 你看看它一刮就容易脱掉了 我们这个海芯经过初步的清洁之后 它的原色就出来了 如感觉它仍然硬身 要重复先滚后焗的步骤 直到令到海芯是变圆的 我们先刮灰 接着我们就要再煮水了 这个海芯是海芯的内壮 和表皮的石灰粉 现在就美丽好多了 我们将姜要大块的 对切 接着用一个 拍一拍它 让它容易出味 我们的葱头也是拍一拍它 捲成一个圈 就方便煮的 好了,我们准备一勺热水 接着放下姜和葱 这个我们是第四次烤泡浸的了 加入海芯 煮10分钟 烤它了 这是我烤第四次的了 你看它已经可以很容易打开 这个猪婆心肚 要按海芯的大小 肉质来决定它的次数 可能我就要继续要发了 因为这个猪婆心非常大 和厚肉 猪婆心 最重要是看肚子有没有穿 如果穿肚子是不新鲜的 我们购买的时候 就一定要看清楚 它猪婆心的底部 有没有穿洞 有没有黑底 你看我猪婆心的底 拆它也不会穿洞 这个就一定是很新鲜 还有在这个海里的生活 非常长久 好了,我们继续要浸泡它了 这个是猪婆心的内藏 还有烤了四次的猪婆心 如果新鲜的猪婆心 肚子不会困难 它就不会带有腥味的 有些朋友说 为什么我吃猪婆心这么腥的 又不爽 就是关乎它 肚子有没有烂 还有新不新鲜 做的时候腌制 同时我会浸一些鱼翅的 配一个海心边 因为这个海心边 就比较硬 我用来煮汤 留意浸完 这个鱼翅的水 是很清的 如果是很熟的话 就不是很新鲜 煮出来就很腥的 大家看看 鱼翅和猪婆心 我已经是发了 我们还要浸多几次 鱼翅才会出鱼翅 如果你想知道鱼翅 如何浸 你可以收看我另外一集 多谢各位收看 那你还有我如何煮 那你就要留待下一集介绍 就要了 我们买猪婆心 干货 这个是湿货 都是要留意一样 肚子不可以穿 如果穿 即是它不是新鲜 生晒 那它煮和发 就会不好吃 而且会臭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如意吉祥